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美国只有两成的民众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 这种不信任感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的影响下 禁害一步加剧 两国选民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接下来总统拜登在募款活动中试图安抚捐款者 强调自己有能力击败川普 并警告川普的经济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 尽管在首次总统辩论中的表现 让许多民主党人感到不安 但拜登依然对竞选充满信心 最后 朱利安·阿桑奇重返澳洲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支持 但前澳大利亚总检察长乔治·布兰迪斯认为 阿桑奇不是英雄 而是一个危险的罪犯 他强调阿桑奇的行为危及了无辜人的生命 并批评支持者淡化其罪行的严重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新报报道 美国和英国的选民在2024年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英国选民将在7月4日选择新议会 预计工党将在14年后取代保守党执政 而美国则面临着拜登和特朗普的再次对决 无论是英国的选民还是美国的选民 都对自己的领导人感到失望 英国的民调显示 几乎一半的选民几乎从不信任政府 而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只有两成的美国人表示信任政府 两国选民普遍感到 长期的错误信息、丑闻和谎言 已经让他们对投票和未来失去了乐观和兴奋 南华早报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辩论后试图重新振作 向捐赠者保证自己能够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拜登在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的家中告诉与会者 他将更加努力地战斗 并强调特朗普是对国家的真正威胁 拜登在第一次总统辩论中的表现 让许多民主党人感到不安 但他在随后的演讲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活力 并声称自己完全有能力升任总统职位 尽管如此 拜登仍需安抚辩论引发的担忧 特别是在民主党捐赠者中间 他们私下讨论了可能的替代人选 但目前尚未有正式的推动 让拜登推出竞选的行动 《悉尼陈风报》报道 朱利安·阿桑奇的回归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但他并不被所有人视为英雄 阿桑奇的支持者认为他是揭露真相的英雄 但他的行为也可能导致了许多情报员的生命危险 阿桑奇未经筛选和编辑里发布了大量机密文件 其中包括许多情报员的微遮掩性命 这种鲁莽的行为可能危及这些人的生命 尽管他的支持者试图淡化他的罪行 但许多情报机构认为他的泄密行为可能导致了人员的伤亡 阿桑奇的行为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人都相信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并吸引了一群狂热的追随者 日本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纽约的汉普顿 向一群捐赠者承认了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并承诺继续竞选连任 拜登在对冲基金经理巴黎·罗森斯坦 及其妻子利赞尼的海滨庄园举行的筹款活动上表示 我理解对辩论的担忧 我知道我那天晚上表现不佳 有约150人出席 拜登重申 如果他不相信自己能赢 他就不会参选 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也在周六晚些时候 为拜登举办了一场招待会 以帮助他在辩论后的低迷中重建势头 雅虎美国报道 拜登总统计划在周日与家人在戴维英讨论连任竞选的未来 之前的全国电视辩论 让许多民主党人对他能否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感到担忧 拜登的此行在辩论前就已计划好 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将于周六晚些时候与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们会合 尽管党内高层公开支持拜登 包括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比尔·克林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但一些高级国会议员私下对他的可行性表示担忧 中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的发言人表示 他的老板一再明确表示支持拜登 而南卡罗莱纳州的吉姆·克莱伯恩也完全支持拜登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尽管如此,民主党高层认为只有总统和他、阿德加人才能决定是否继续竞选或提前结束竞选 雅虎美国报道 演员乔士·卢卡斯宣布与气象学家布里安娜·卢法洛订婚 卢卡斯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一段卢法洛戴上戒指时情绪激动的视频 背景中有音乐家为他们表演 据他们的帖子显示,卢卡斯和卢法洛自2022年秋天以来一直在一起 卢卡斯在帖子中写道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美丽的灵魂在各方面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更深,更完整 我非常感激他说,是的 卢法洛也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这对幸福情侣的视频 并表示,几乎两年前,乔士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们几乎立刻就知道我们找到了彼此 这是我最容易回答的,也是最好的问题 卢卡斯曾与杰西卡新星亨里克斯结婚 两人育有一个儿子诺亚,2014年离婚 这位53岁的演员,以《甜蜜的家乡阿拉巴马》、《荣耀之路》、《J.埃德加》、《极速之王》和《永恒的清洗》等影片而闻名 多伦多新报报道 民主党内部对乔·拜登辩论表现的忧虑正在加剧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哈里森在周六下午与全国各地的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 但他并未提及拜登在辩论中的糟糕表现和随之而来的批评浪潮 一些与会者匿名表示 他们感到被蒙蔽,认为党内高层没有正视当前的困境 这种忽视反而加剧了选举官员、捐助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恐慌情绪 尽管如此,哈里森在会议中对拜登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并未允许提问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拜登的支持者们正在焦急等待辩论后的第一轮民意调查结果 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CNN和538 Ipsos的民调显示 大多数观众认为特朗普在辩论中表现优于拜登 但两人的受欢迎度几乎没有变化 拜登团队在辩论后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声称辩论对选举没有实质性影响 并表示支持者比以往更加激动 与此同时,拜登在纽约和普顿吸引富有的捐助者时表示 尽管辩论中表现不佳 但特朗普也没有好到哪里 Yahoo!美国报道指出 许多民主党、捐助者、策略家和普通党员 都希望拜登能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退位 让位于年轻的候选人 然而,拜登的亲密盟友坚持认为他仍然有能力与特朗普竞争 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推动拜登结束竞选 那些最有可能取代拜登的人 如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加州州长加文·纽瑟茨姆和密西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 在辩论后重申了对拜登的支持 拜登在汉普顿的一次集会上表示 辩论的主要问题是特朗普的谎言 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嘲笑拜登在压力下表现不佳 悉尼陈峰报报道 吉尔·拜登在纽约东汉普顿陪同他的丈夫乔·拜登参加竞选活动 他在筹款活动中直言不讳地表示 乔不仅是适合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他是唯一的人选 他告诉捐赠者乔·拜登不仅能说出他想做什么 还能展示他在全球领导人中的判断力、经验和关系 吉尔·拜登的努力是为了在乔·拜登在总统辩论中表现不佳后 为他争取支持 他穿着印有投票字样的连衣裙 站在纽约市格林威治村的一个人群面前 热情洋溢地谈论他的丈夫 并声明乔每天早晨醒来 都在思考如何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他在当天晚些时候的LGBTQ筹款活动中 坦率地谈到他丈夫的辩论表现 并强调他和乔不会让90分钟的辩论定义他四年的总统任期 雅虎美国报道 前特朗普顾问史蒂夫·班农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继续为导致他被判刑的行为进行辩护。他重申了对国会传票的蔑视,并坚持行政特权的论点。这些论点在法庭上已被驳回。班农因拒绝在国会面前作证,而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他的上诉请求被最高法院驳回。班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不赢,这个共和国将死亡。 他在保守派Turning Point USA会议上的演讲中也重申了这一点。班农的监禁源于他藐视国会的行为。他拒绝向国会提供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事件的证词和文件。尽管班农坚决拒绝回答有关他与特朗普的对话内容的问题,他仍然是前总统的坚定盟友,并继续传播关于2020年选举舞弊的虚假信息。 南华早报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第三年任期内将刺激经济和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表示他的政府已实现经济的转折点。 一位政府消息人士称,旅游业将是李家超复苏经济的优先事项之一,因为他能更直观地转化为GDP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 李家超自2022年上任以来,推出了各种民生措施,并在其任期内,香港的GDP从3.7%的收缩,转为预计2.5%至3.5%的增长。 然而,地缘政治和中国大陆经济放缓,可能影响李家超的经济目标。 珠宝制造商林瑞基分享了地缘政治对香港商人的影响,他因担心美国买家建议将生产线移出中国大陆。 尽管香港政府努力通过举办大型活动改善香港的国际形象,但地缘政治和香港的安全焦点仍影响了欧洲企业对香港的看法。 香港的制造商面与欧洲和美国市场的业务损失,尽管旅游业的复苏仍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CNN在拜登总统令人担忧的辩论表现后,不到48小时,民主党捐助者阶层陷入了危机,焦虑于如何振兴或替换拜登的竞选活动。 捐助者和政治顾问们分成了三派,一派认为施压让拜登退出是自毁前程,另一派主张采取中庸之道,等待更详细的后果评估。 第三派则积极呼吁立刻寻找新的候选人。 加州州长加文牛深公开支持拜登,并认为党内不应因一次表现而背弃总统。 然而,前爱荷华州参议员汤姆·哈金则在信中呼吁拜登释放代表权,让大会选择新候选人。 尽管各方意见不一,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拜登手中。 民主党正在进行新的民调和研究,以更好的理解政治影响,特别是在关键选战中。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对于LGBTQIA社区来说,骄傲月是一个公开庆祝的机会,但今年6月在美国却笼罩着一层不安的沉默。 大品牌减少了对LGBTQIA TAS的支持,马里兰州一个市议会第一次没有在市政厅外悬挂骄傲旗帜。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目前监控着全国超过523项反LGBTQIA TAS法案,其中300多项在2024年初提出,149项已经通过或正在推进。 这些法案大多涉及教育措施,如禁止跨性别学生参加学校运动或使用公共厕所,以及限制性别确认医疗的可及性。 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也在助长反LGBTQIA Blast情绪,导致仇恨犯罪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 专家们呼吁澳大利亚保持警惕,防止这种反LGBTQIA Blast情绪的传播。 雅虎美国在周四的总统辩论后,一项新的调查和虚拟焦点小组发现民主党倾向的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下降。 调查显示,65%的选民在辩论前表示会投票给拜登,但辩论后只有54%认为他赢得了辩论。 拜登在辩论中的重复失误,让选民对他的认知和身体健康产生了更多的印象,而特朗普则被认为更为镇定,尽管他的回答更为回避和误导。 调查发现,编论后拜登的支持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则略有上升。 尽管如此,选民对特朗普的总体态度没有显著改变,拜登仍然在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上被认为是更好的选择。 调查由PSG咨询公司民主核心和Greenberg研究公司于6月27日进行,分析了smember 74名注册选民的意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